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只能要求自己把活干得更好 两斤面粉 一半用开水烫面 一半用凉水和面 这种面叫半死面 烙出来的饼既柔软又筋道 凉了也不硬 做鸡蛋灌饼的难点就是饼馈鼓不起来 对吗 那帮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鸡蛋灌饼的做法 不用油酥 只要掌握好技巧 各个起大炮 鸡蛋灌饼的面团活得稍微软一些 吃着口感也更好 更柔软 盖上盖子 醒面20分钟 今天的主食是烩面片 面里加一点点盐 增加精性 倒适量的凉水和面 这又是饼又是面 估计咱们好多南方朋友都接受不了 但是在我们碳水之都的西安呀 这种吃法很常见 好多男孩子吃汤面老觉得吃不饱 不扛饿 所以再配个饼子 这是高碳水的胜地 给我们生活在西安的人 带去满足的愉悦和饱腹的幸福感 所以您想在西安瘦下来 错得有点离谱 把汤面的配菜清洗干净 饭好不好吃 首先呢 颜色搭配一定要够诱人 饧好的面不用揉 以免起筋 直接给它搓成长条 揪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接下来把每个小面剂揉均匀 揉光滑 最后给它滚圆 盖上保鲜膜 再次松弛5分钟 赶快敲黑板 记重点了 把饧好的面团撒上铺面 用擀面杖擀开 汤妈今天分享的鸡蛋灌饼的做法 不用油酥 只需要刷上薄薄的一层油 且记饼皮边不要抹油 不好封口 再撒上一点的干面粉 油和面粉的作用 起到了面皮隔绝粘连的作用 抹上油 你会发现的 它比包油酥好包多了 封口一定要捏紧 以免漏气 从中间向四周轻轻的推开 边缘不要擀 面皮才不容易挤破 饼皮的薄厚 随个人喜好 其实稍微擀薄一点 它鼓起的也更快 最后一步也很重要 油热后放入饼皮 全程开中大火 利用高温让饼皮的内部迅速的膨胀起来 高温烙制的饼 外皮也更加的酥脆 哇 见证奇迹的时刻 我感觉这个饼快要撑破了 戳个小洞 把鸡蛋液和葱花倒进去 翻面烙制一分钟左右 里面的蛋液凝固就可以出锅了 最后再来熬一个香香的酱料 加少许的油 放两勺的豆瓣酱 两勺的芝麻酱 两勺蚝油 半勺的白糖 再加小半碗的清水 全程开小火 不停地搅动锅底 以免糊锅 酱料熬至浓稠 出锅 煎几个孩子们都爱的火腿肠 做鸡蛋灌饼 重点回顾 第一 封口一定要捏紧 第二 面皮不要赶破 最后一点就是高温烙制 卷上生菜和火腿 一口咬下去 酱香酥脆 小姨来的这段时间呀 我是苦练擀面技术 终于擀出来的面对得起观众了 让帮妈来秀秀 你们看这技术到底怎么样 到底是优秀 良好还是差呢 在哪个级别 现在你们看帮妈是不还挺像那么一回事的 哎 我自己赶着赶着 好像找到了感觉 掌握了怎么去发力 看来呀 天下无难事 在乎人为之 不为意义难 为之难意义 翻拌两下 菜也熟了 出锅 翻拌两下 菜也熟了 出锅 比起做米饭 我更喜欢做面食 对于我而言更简单省事 时间上也比较充裕 大冷天吃一碗热汤面 暖暖和和 再来一勺辣子油 看 餅炮看 吃米饭 鸡蛋 count 鸡蛋 sont 好 세상喔 鸡蛋光明 redirect 挺好吃 挺好吃 你想湯匹 快吃 吃анный 鸡蛋挂肥 鸡蛋换别的 鸡蛋吃 快吃 apparent 你看辣椒不够了 你再放点辣椒 又不好吃 好吃 好 很好吃 還要來點辣椒 真的會吃 辣辣 三個也給我了 剛吃了一個 吃三個 兩個 還有 三個 還有麵